因為我昨天有用我的粉絲團問一下我的粉絲 我有問說有沒有什麼想問國動的問題 雖然說有很多幹話 幹話我不會問 不錯不錯不錯 好喔 當初是什麼原因決定要當實況主的 他當初是開這間公司的時候找我嘛 然後我可能只是進來要做一個業務 就跟他一樣那種業務啊 去找廠商 就我本來是做幕後 所以你的工作剛才也是穿好喔 是呀是呀 我有洽談過一陣子業務啊 你都不會直接打斷廠商的鼻樑 有的是那種過兩天才回你啊什麼的 你知道那一開始上班就超閒的 不知道幹嘛 那後來是怎麼會突然就變幕前了 就是因為公司剛開始前期嘛 就可能巡完架之後他們要評估啊或怎樣 他有一段空窗期 那沒試試看他也不可能白養著你啊 他就說那不然你去試試看 開一下實況好了 誤打誤撞這樣 其實我當初本來也沒有很想開 叫我開台我還想說不要啦 開台到時候有事做的時候就要關了 那時候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我知道這一段時間不會很長 假設我那時候開台打漏 你又戳我 啊你戳就戳啊 反正我幾個月以後我就回去做我的工作 我也不會再遇到你們 後來他們就覺得 欸這成績好像還行 稍微能糊口 然後就不叫我回去做你知道嗎 不叫我回去做我要一直開台的時候 然後就想說為什麼我要開台 為什麼要被這些人戳 然後就越來越忍不住了你知道嗎 其實就很像我快要退伍了嘛 我一回家 我爸跟我們說 我幫你簽的那個 志願意 我又要回去 然後又要看 就一回去 然後又要看到那些長官的臉的時候 就會弄不住了 主播對於崩蛙娛樂的殞落和瘋狗娛樂的崛起 有什麼看法 你說崩蛙娛樂的殞落 他還沒殞落啊 他還有在新找 連在資本額應該還是很高的 對對對 瘋狗娛樂也沒有崛起啊 資本額還是五萬啊 沒有其實我們就只有做剪片的部分 而且剪的是個人遊戲精華 我們完全沒有擴充其他的 像是拍片之類的 這題應該算是問KYT吧 要把仁豪萬榮威力 所以就自己等人牽到瘋狗嘛 我請不起來 你有沒有聽過仁豪的月星嗎 仁豪自己Q&A說沒有八萬耶 是沒有啦 你現在都來做這一行了 你自己想嘛 如果一個剪輯師月星有八萬 那家公司不導演啊 張家兄弟為什麼會改名稱張家夫妻 他倒是反正沒有跟我說 因為改名那些東西是他們公司內部的決定 他自己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覺得他不需要企劃啊 企劃寫的企劃給他 他可能覺得也很爛 或者他不想做 就是他想做的是 他自己想做的東西 對 所以他覺得他不需要企劃 所以企劃算是順水推舟的被他開除 對 小桿等一下 我一定是自己提離子 他不是被炒掉 喔喔喔喔 對對對 所以順家也是自己提離子的嗎 對 所以大家都是 大家都剛好 剛好至少待三年半 人好 人好可能已經撐不住了 所以是你後來其實也沒有空去 上去拍片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現在就是他想拍他拍他想拍的 然後他有的時候 想找我的時候就 安排時間 就當做串門子這樣子 對阿 為什麼王瑞的大便片最近那麼少 王瑞的大便片太少 那你要去問他 問他 我怎麼知道 國東你是不是因為天氣冷了 所以才最近比較沒在拖 沒有我那時候就有講過阿 就是拖上衣本來就是因為太熱了 阿今年更少拖上衣的原因就是因為 今年我把冷氣的溫度壓得更低了 所以你要往下壓 我現在大概都壓 23吧 可是我覺得這樣出來的話粉絲會不會說 以後開直播不能開冷氣了 請問什麼時候會有小洞Z的計畫 短期之內應該不會有 因為 現在等於是 我們自己出來做公司 都在打拚 可能有點忙 對 如果生個小孩 他可能就會像 我們的侄子一樣 對 回家給阿哥 回家給爸媽帶 小洞Z出生 小洞Z就要小心鼻樑了 他要小心鼻樑 因為小洞Z現在已經蠻大 而且他很喜歡 亂打 亂打 沒有啦 也不是說打就是讓我往你臉上拍 就愛玩 然後把我媽的眼睛打下來 對對對就是也是有點 應該愛玩 沒有我是覺得他們的這個教育方式有點 就比如說小孩子就是 比如說你餓了 新手爸媽帶來的時候 欸小孩子在哭了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下次餓了你要講餓 就是他可能一開始不懂 他自己知道了 所以他就變成我媽就是說 欸我剛剛幫他做過什麼事 對不對 扣一扣之後 他就說好可能是怎樣了 所以他就只要 哭 然後我媽就會自己研究說 他有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沒有辦法進步你知道嗎 他就只要哭 哭就解決了 就反而有點壓縮那個小孩的學習能力 阿哭就會了 那我就一直哭嘛 然後輪到統神去帶的時候 就變成說 阿哭了不知道怎麼辦阿 好那所以簡單說就是 小孩子的話短期不可能 我們會希望至少有時間幾乎 瘋狗的外號是真的十歲就有嗎 我平常是個很穩定的人 然後我只記得我大概 在小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班上就是有一個同學 嗯 北藍那一種 我一開始可能很冷靜的跟他講說 不要不要不要 一直想辦法支持他 支持他 然後他一直不聽嘛 我記得有一次吧 我大概就突然就是爆氣 一抓狂之後就追了他是狂扁 你知道嗎 可能班上三四個人 拉著我那種 然後我一直要扁他 小時候就是 想法是 忍到忍不住的時候就會 就是有點失控 對阿 捅媽管比較嚴 是啊 所以捅爸還好 他有一點就是 靠北個幾句 沒用 算了沒救了 有那一種 其實我們家在 我們那條巷子也蠻有名的 你們就知道我們家常吵架阿 每個人都會大吼大叫的 喔 同學小時候很白目阿 很白目阿 他從小時候就很白目阿 所以他會故意激怒你嗎 喔會阿 他從幼稚園就會阿 我爸去載我們回家 然後我們兩個都坐後座 然後他就這樣子轉過來 然後把腳夾在我身上 然後開始亂踹我 我們兩個都沒幹嘛 然後他就開始 那個時候大概是天天都是一樣的劇本 就是他開始耍白目 然後我就受不了 然後就扁他 我爸在開車嘛 他也不會實質什麼阻止 可是因為扁起來的時候 就不得不阻止嘛 他就停在路邊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叫你阻止他 你屌不屌 然後我開始扁他的時候 一直說什麼 你不能打你弟弟阿 不能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奇怪 阿 我跟妳講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反應 就只會叫個幾句 他從小到大 從小到大的樂趣 就是這樣 就是激怒哥哥 他後來 他後來有更扯的阿 我媽跟他做後座 然後我跟我爸做前座 然後後面一直拍我的頭阿 然後我以為是叫我媽管阿 他就覺得那種打鬧好像沒什麼 就要管不管 然後每次弄一弄就是 轉頭然後開始扁他的時候 然後他們每次都懶在我中間 不要打你弟弟 不要打你弟弟 什麼的 然後我以前都覺得 這些人都有偏台 那你爸會扁人嗎 家裡負責扁人是同爸還同嗎 家很少扁人 譬如說我在打電動 打到很晚 不去睡覺 然後我媽不會說 過來打我阿 或怎樣 就是他的方式就是把店員關掉 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就對了 對對對 我家其實 除了我弟以外 我們很少動手 所以我們會吵 吵到街坊鄰居都知道 可是就算我們已經吵到 可能半夜兩三點吵到 整條巷子的人都睡不著 可是那時候通常我們都還沒動手 統神會打人嗎 應該不會吧 這只有我會扁他 通常扁完都蠻可怕 就是對他真的沒辦法 就是他就是 他很像是那些打摟的人 就是 明知道就是這個行為會被揍 他還是要幹 所以其實他樂在其中 激怒別人 真的嗎 真的嗎 激怒別人 大家有看黎明珊的影片 就是統神跟黎明珊互動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統神嘴巴一開始會很激 激完的時候你會生氣 你越生氣有沒有 像譬如說 有時候統神是嘴黎明珊 黎明珊不是會拿東西丟他嗎 你看統神被丟到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說 他們嬉皮笑臉 你幹嘛啦 幹嘛這樣子 不要那麼火爆啊 很危險啊 他真的是很欠品 我相信兄弟在怎麼樣感情都是好的吧 我們兄弟其實說好不算 可是我們感情不會不好 我自己的觀察 他的弟弟無時無刻都很難想要黏住哥哥 然後哥哥就是 其實是個地控 他是比賽做的更資深的風格 然後我作亂的方式可能就是 他在開台的時候在聊天室打一堆批話 就是這樣聊天室湊他 就是我們後期的互動方式 了解 所以你有玩過海龜湯這遊戲嗎 有有有 你有玩過 他們那時候有做一集啊 只是我沒有下去玩 可是我看他們在玩 就是你最後如果是那個理由很瞎還好 可是有的題目 我看那個過程感覺就很尬你知道嗎 就是 那仁豪他們玩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尬嗎 有一點啊 好那今天就謝謝 今天謝謝同... 不是同生 謝謝國動還有人好來拍這個 還有... 謝謝巴軒謝謝巴軒 還有在忙的KYT 對 現在你今天撿起來啊 四個多 欸那算早欸 那要跟你拍片 沒辦法再睡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影片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或是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是巴軒 呃... 白